那這個整個就是說技術 反正有一半是你的 你自己付錢的嘛 那就是這樣就等於是說 也等於整個工作就結束了 這是合作計劃的用意 那這幾年呢 都朝這個方向做 只有幾個國家還比較小 他提不出人一起合作了 所以還是在技術團的範圍 怎麼按不下去 這個怎麼按 這不是要按下去 從這裡 從這裡按 OK 那我在91年7月第一個派區的國家就是斐濟 斐濟是這個位置 你們看 這個有一個point 對不對 這斐濟呢 斐濟呢 其實附近有好幾個好的國家 他比如說 萬納度 土瓦魯 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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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條河的話呢 他的農業就做不起來 他的農業就是靠這條河 那我們技術團呢 他就設了一個示範農場 這個示範農場 也是再來做農民的訓練班 我們有掛牌 掛牌 這示範將就有兩公頃的土地 這個好像不太 就是很慌慌的 那後來我們再擴大把這個團做一個更大的招牌 那在這裡面其實我們種了很多東西 我們 你看這裡面有蘆筍 有高麗菜 有青花菜 等於是說 所有熱帶的這些蔬菜 我們都當然有種植 可以示範 同時做農民訓練 農民訓練 你看這是高麗菜 其實高麗菜 在種植當中最怕就是小菜鵝 就是吊飾蟲 它那個小菜鵝 吊飾蟲 如果嚴重的話 你整個菜都被吃掉 吃了一個洞一個洞 根本就長不起來 所以高麗 十字花科都是有這個問題 那我後來我在那邊 當團長的時候 我也設了花卉的計畫 那像這種花圃 這種景觀的花圃 其實在很短的時間 我們就設立好了 那這個是蘆筍 這也是示範給他們看 這個蘆筍 你看到這樣蘆筍 其實已經種了十四年了 蘆筍的壽命是非常長的 只要你好好照顧 蘆筍活了二十幾年都沒有問題 因為它是靠地下鏡在那裡抽牙出來 這個是在培育木瓜苗 我們這個培育木瓜苗 當初這個它的木瓜是很有名 它就是做一個Summerize Solo Solo就是日生 我們台灣叫做Summerize 它是夏威夷育出來的一個品種 但是在培育呢 小小的超500公克 然後一個人吃一個夠了 也不要切兩半 而且裡面肉是紅紅的又甜 然後口感很好 所以它可以外銷 日本人很喜歡吃 美國人很喜歡吃 但培育就說這是我們品種 以後它就叫Fiji Red 因為裡面是紅的 培育紅 Fiji Red 它就限制說 你不可以再從其他國家引進其他的品種 我就是只能種這個品種 那就不要混著 那這個是 這個是辣椒 其實這是辣椒 這是辣椒 其實這個茄科 小時候 不管你是辣椒青椒 辣椒青椒番茄 這小的時候 一下子 一下子會看不出它的苗 那這我們也訓練他們 怎麼去做堆肥 就是盡量能夠少量化學 那這就是我們農民訓練 開始叫他們怎麼種植 這樣就已經蟹盤育苗好了以後 就定植到田裡面去 那這也是訓練他們 搭架子以後 這個攀藤的豆裂 怎麼去把它固定 那像這個番茄也是怎麼去固定 這個是 就是在育苗 蟹盤育苗的時候 盤裡面有一些雜草 還是要把它清掉 清掉 你看這個平常 這是我們做這個示範 就是在訓練他們 這些人都是從外島來的 都是從外島來的 他們其實 他們來學這個時候 我們政府有給他們優惠 我們有變預算 就是說你來的車費 還有每天的生活費 我們都提供給他們 還有給他們住宿 住宿就是說 在他們的北基地的農業單位 有宿舍 有宿舍給他們 有宿舍 有宿舍給他們 這個 所以你看這個蟹盤育苗 其實它成果率是非常高的 這個也在訓練一些小妹妹 他們從別的地方來 讓他們在蟹盤育苗怎麼去 其實這個階段是已經是在 就是說在蟹盤裡面定質 先做一個簡單的播種 又發了苗 又再定質進去 定質在蟹盤 移植到蟹盤 這也是在做發揮 發揮方面的 這個在田間裡面 我們是比較用精緻化的 現在大概就比較很少人這麼做了 就是說你做一個細 做植 然後兼具 都要定格 定格 這個在教導他們 這個是 蘆筍怎麼去 當葉枝條很多的時候 怎麼來輸葉 輸枝 這個也是教他們 怎麼去在自己做培養土以後 來做這些 景觀植物的栽培 你看他們 他們這些人都是很認真 我們看起來 這個 我們設的這個華圖 對這些婦女來講 他們學到這個技術以後 以後就比較有生活上的一些技能 你看他們訓練 玩 這個都很開心 這些 斐基的人 看到他們是一個很樂觀的民族 他們很貧窮 真的是很貧窮 因為他們的錢都被印度人賺走了 因為斐基這個國家有一半的人口是印度人 他們自己原住民只有差不多一半的人口 總共差不多八十幾萬人 但是他們 是一個 就像我們原住民一樣 其實他們是同一個系統 是南島系統 所以我們原住民的立法人到斐基來 語言跟他還可以通 有些就是像他們說 很多話 講起來幾乎都是一模一樣 所以南島系統 在他們有一本書 我記得人家出了一本書 就整個沿線 有些好像菲律賓也有 馬來西亞 就是語言上 有很多是共同的 共同發言 所以那些立委來 我還記得 好像廖國洞就是那時候 他就 跟他們就談得很好 你看看 這個民主是非常樂觀 貧窮但是很樂觀 這個是很樂觀 而且 他們每一個人吃得很肥胖 因為他們喜歡吃肉 不喜歡吃素菜 非常喜歡吃肉 然後你看 就很壯碩的 你看看匪徑這麼壯碩 他們橄欖球在 得過世界冠軍 得過還兩次 這個是 對他們來講 這麼一個小國家 看到這裡面 這裡面有幾個大人物 我們來參考 這個是副總統 那時候我們的大使 這個大使很有名 這大使就是 郭慈南 他父親叫郭雨昕 是民進黨的創始人 因為創始的創始人 這一批人 他父親已經過世了 他父親那個時候 到美國被列入黑名單 他講了一個故事給我聽 人非常好 他說他父親一出國去了 到美國去了 結果不准回來 結果被列入黑名單 然後他自己也就在美國 一待待了15年以後回來 後來民進黨執政以後 他就當了宜蘭 選了宜蘭市市長 然後做了國大代表 後來市長沒有連任成功 去喬爾會當秘書 後來就來這邊當大使 來這邊打使 這個他們來參觀 這個有一個大筷頭 這個是農業部長 他身高兩米多 他就是橄欖球隊的 得過冠軍的 做農業部長 然後這個是護部長 然後這個是他的CEO 他們你看筷頭多大 我們在這裡跟他 比較像巨人跟矮兒一樣 不過他們 筷頭是很大 但是真的是很溫和 這個民族很溫和 很好相處 非常好 而且這個部長 他一點關架子都沒有 我們幾乎可以天天通電話 因為他的辦公室 離我們團部有140公里 我們幾乎可以天天通電話 然後這些人都是國會議員 這些國會議員 他們都喜歡來 因為整個北京能夠看農業 大概就是我們的示範農場 是最好看的 這個國會議員 我們跟他說 然後這些是 你看這些是婦女 從別的地方來的婦女 他們北京的人來參觀 我們可以幫他解說 我們這個花圃 這個 官業職務這個花圃 蠻受歡迎的 這是我們的祭司 這個我們祭司 他蠻負責的 這個一個年輕人蠻負責的 而且我們這個花圃 他一調到我這邊來以後 我剛剛講說 我要設一個 我要做花卉計畫 要設景觀職務跟花卉 他就很積極 一年之內就完成了 因為我們的工作 是不能拖延 你一拖延 就看不出什麼效率 一年之內 就 但是做團長 就是要常常去盯得很緊 這個基督團團長就是 團員的方面 其實我是覺得 基督團團長 最大的責任是 怎麼管好你的團員 因為這個團員 如果團長管得好 團員會做事 團長管不好 團員就不做事 這個在外面就是 會有這個問題 這是外國人來參觀 我們那個農場 就變成一個光光集點 外國人跑來 學生也來 也是我們的祭司 這個東森記者也來採訪 高高快討 這個是一個 這個國會議長 這個東森記者也來採訪 然後這個是一個很特殊的 這個就是說在歡迎會 我們明天要辦 田前官會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歡迎會 你看到這裡有一個東西 這本東西叫做陽光 這個水 是一種胡椒科的根 去揉出來 揉出來就像 水溝水一樣黑黑的 這個真的 阿扁總統來 他照喝啊 不喝不行 這個是 這個是對客之道 你一定要喝啊 我們大使來喝啊 回去拉肚子就拉 真的拉肚子拉 我們大使也說 沒辦法 你這個不行 這個國情嘛 這個國情你不拉 你不行 你看我們大 這個也是大使啊 旁邊做的是農業部長 這個我做 我們都喝啊 到時候你不喝都不行啊 他端到你面前來 要喝啊 這個是我們做觀摩會 要在現場解說 你看觀摩會的時候很多人 是西瓜 然後這個就是 Sunrise Solo 這個日升就是一顆一顆小小的 五百公克 非常好吃 所以我們不過最多就是在飛機 所以很享受 其實去年我在泰國一家試驗公司工作 他還種了荷蘭木瓜 也不錯 也蠻好吃的 這也是一個觀摩會的情景 就是說 一來都上百人以上 這個就是展示 農產 農產品展示的一個 一個情景 就很多 很多人都過來展示啊 你看我們出去 我們又掛牌 中華民國 智慧飛機 騎士團 紅衣勳 然後 ROC台灣 但是現在ROC不用 現在不用台灣 現在都用台灣技術團 現在 慢慢都改掉 這個是在農產會的時候 這個是 agriculture exhibition 他這個 那像這個 這個來 我親自要解說的是 這個是部長 是一個部長 那我就親自來解說 這是一個部長的夫人 這個部長夫人 他也被邀請過來台灣 我剛剛講到 大塊的那個農業部長 也被邀請過來台灣 這是一個歡迎 就是一個開幕式的一個 整個 整個情景 這是一個整個情景 這個 我也接受過記者訪問 好 這個 木瓜就長這樣 其實他這個木瓜 從這邊開始長起 一直長 他一顆啊 長了兩三百粒 所以那個 我們那個時候 外交部長 陳彈商 他來 開到嚇死了 那時候還從底下 他在 我一輩子沒看過 木瓜長這麼多 他說一輩子沒看過 整串啊 這也是後期的 因為他尾巴開始在縮了 木瓜 這個頭再開縮了 就是已經到了後期了 這已經在後期了 他那邊 還試著動西瓜 這是我們台灣的平民 這是我們台灣的 這是我們的福島庫 我現在給大家看 這是我們的福島庫 他們這麼開心 你看 北極人 他照相你看 他一定笑笑 沒有一個人板著面孔 連小孩子都很可愛 你看 這是印度 就是說在當地的印度農民 其實印度農民是非常勤勞